大家好,歡迎收看東網視頻,我是Yammy 有機構進行了一個關於青年從事潛藏危機或違法工作研究 結果發現,超過半數12至24歲的受訪青年承認 過去一年曾參與不當工作,當中七成屬違法 包括涉及黑社會或暴力活動、毒品、滋擾或刑事迷惠行為等 另有三成受訪青年在過去一年曾參與潛藏危機工作 例如派發有違法風險的傳單、體牆和遮貸服務等 至於接觸不當工作的途徑,更五成半是透過互聯網 超過四成是透過三合會成員 而最最最令人驚訝的是,不少人心目中都會有個固有形象 就是什麼出什麼草 只不過,在參與不當工作的編稱女頭 超過一半是來自健全家庭 超過九成並非失業、實學青年 嘩!即是不是來自破水家庭啦 即是大好青年誤入歧途 青年就是社會的未來動量 那麼多人參與違法、暴力活動 那麼多不受環境影響 不在遺世所迫的青年走上歪路 香港社會的未來都不是說不讓人擔心 香港的青年竟然搞成這樣 你都不是說不讓人開攤 正如調查機構指,互聯網傳播速度快、範圍廣 已經淪為不法分子、招攬青年 從事不法勾當的主要途徑 是呀,不法之途要水人落答 當然是看準年輕人的興趣來透氣所好啦 難道在圖書館、招攬新鳴開卷有益的年輕人呀? 年輕人入世未深,追求吃虧、伴樂玩 上網打機、玩社交媒體 不法之途不是開你那飯 陪你打機、吹水、培養感情咯 到底同一班惡如頭、老襯底的目標 建立了信任後 再以幾百、幾千元臭怒 引有美成年人從事非法勾當 為犯罪集團、核社會充當代罪高藥 正是效仲了不少年輕人 正值由英俊過度成大人的階段 又想威給人看 表現出自己洗得起錢 飲飲食食、追求名牌怨婦 不法分子不經互聯網向他們落約 向誰賣手呀? That's why 即使明明有學花 有份工作收入的年輕人 都抵守不住少付出、高回報的隱憂 走去停而走險、賺快錢 加上黑暴那期 反中亂港者還說了什麼 違法達義、荼毒全港、無知、清、中、老年 涉及黑社會或暴力活動、毒品、滋擾或刑事 毀壞行為就指揚 不是客人 日前有14歲少女遺失手機 被揭發透過手機交友程式 以適當名男子 並發生性行為 6名男子涉案被捕 被控與年齡著16歲以下女童非法性交 及與21歲以下女童作出降交等罪 被捕者竟然有消防員、教師在內 誓奉日下、道德倫望 名副其失、違法達義、異上個義 去年更加驚爆 15歲失蹤女做人媒 莫剩14歲、援家妹 還未及一大產年輕人參與運毒的案件 有16歲仔淪為製讀師 幼幼12歲年輕人臨有追債 香港年輕人是否行出事?你們說呢? 年少輕航的歲月 每一個年代的年輕人都經歷過 但論守法意識 以往的年輕人有沒有現在那麼薄弱呢? 不用說嗎? 近日當局說要嚴打不合資格 搭兩元車班友派人下去捕 結果奴役小工 你都想的,響光B部說要捕人 班友還拿了兩元卡出來 都給你走嗎? 先說明吧 我支持長者兩元搭車 應和必須度住不合資格的人 又走過來搏曬老懵奪一份 尤其是2022年法庭判過一單 青年在港鐵車廂內拍片記錄 開桌打麻將的案件 不明白被告中 四人使用長者八達通入閘 你看,濫用情況變嚴重呢? 簡直是危桌了 Well,響了鑼鼓 我現在來捕你了 這樣捕人法 你不如勸他們自首算吧 嘗試微服出勤 去採取開放式月台的輕鐵站 就算捕不到用長者優位搭車的年輕人 來都捕到一產 直接連票都不買的人士 情況就好像明明捉人車廂開桌拍片 結果捕到一班微腦線碎 手發意識薄弱的犯案人士 總好過雷聲大大余點少少 當然啦 年輕人手發意識薄弱 是令他們覺得從事違法活動 都不覺得有這麼大件事者的其中一個原因 單學校的教育 家長缺乏適當關注 人道也同樣出事 青年人幾好性 又已受貧背影響 家長以為教育責任全部在學校錯了 當不少教師都是當公敢打 更有教師已涉及未成年少女降教 為人父母大我指議 又或藉口 我要賺錢嘛 沒有在賭自己子女 會不會在網絡上認識些不知什麼的人 受到什麼不良自信荼毒 走上違法賺錢 違法達爾的歪路 除此之外 港府的青年政策不到位 也是令年輕人看不到將來 應勝在前路忙忙下 根本沒有方向 但是搞什麼青年發展藍途 有調查竟然發現 百成受訪基層青年不知是什麼 超過半數人 簡直不知道政府曾公布過這樣的藍途 如果港府青年政策做得好 真是好像藍途所說那樣 在探索、希望、志強、建設四方面 讓青年人看到學業、就業、創業、置業的前景 望到上樓、向上流動的機會 還會不會有所謂超過半數青年承認 過去一年曾參與不當工作呢? 望到前景的話 年輕人會自己吃恆良 值不值得為了眼前的快錢 壓上前途著賭注呢? 但若然根本看不到前景的 恐慌真的有人會像一出港產片的對白所說那樣 未計水電煤獲 再在茶餐廳叫碟頓飯都五十起跳 在這裏 主宿又免費 一個月即是省了一筆 有什麼頭暈、心慶 又不用在急症排隊排到仆街 所以我經常跟年輕人說 償手期買樓? 奪! 輪功屋嗎? 曬氣! 沒有的啦! 坐牢是香港年輕人唯一的出路 青年人本身、學校、家長、兒子、政府 四方面都要好好的方法 挽救一下未來的社會動量 好了,大家對於今集節目內容 有什麼看法 是Like、搞錯、面食花生 歡迎投票告訴我們 多謝收看